日本超市公开销售过期食品到底是怎么回事 hello大家好 我是生活在日本的丸子 最近偶尔会看到新闻报道一些过期食品 商店和网店 到底怎么回事呢 我们今天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日本的食品它是分肠胃期限和消费期限的 这种肉类它就是消费期限 10月13号之内呢要把它给吃掉 过期了之后就不能再吃了 鸡蛋就是它的肠胃期限是10月21号 你说过了这期限它就不能吃了吗 不是的 不建议你生吃了 但我记得小的时候 这个鸡蛋一放可以放半年啊 我们经常在电视上和这个网站上看到的这个过期的食品呢 它是肠胃期限 它从质量上来讲的是没有问题的 那可能是从它的就是这个食品口感上啊 味道上面啊稍稍过了最佳状态 有专门的一个商店啊 它是会把这些产品呢 搜集到一起 然后出售 这样呢 一呢是避免浪费 二呢比如说收入比较低的一些家庭啊 反正也是当天吃掉 或者是说从风味上来讲 没有什么太刻意追求的那些人 我觉得这个也是完全无所谓的 我们家附近的商店啊 有好多就晚上9点或者10点 它就关门了嘛 大概吧就是过了8点以后呢 当天下午做的这些熟食类啊 基本上全部都打折 有的打30% 有的便宜就是说50% 甚至有一些会便宜到70%左右 我一般情况下就是 接完了老二呢 也差不多5点半6点之前吧 就是偶尔能碰到一些食品呢 它是打折的 反正就是当天就吃掉了嘛 也无所谓它是不新鲜的 商家是想把这些产品也作为一个促销嘛 好多就是双职工家庭呢 基本上大概都是那个时间下班嘛 所以说到商店买这些东西的人其实还是挺多的 从食品安全维生上面来讲的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那还有一些呢 应该是过季了 因为它就是做这个冰湿林的嘛 这个东西可能到了深秋啊 或者到了冬天的时候呢 量走的就是不多了 一款酱油呢 是我们家经常食用的一款酱油 120天 但是它这个也是肠胃期限啊 它建议你是在半年之内呢 把它给消费掉 但实际上你说到过了半年之后 它就不能吃了吗 确实不是了 一个里面是一种真空的这种状态嘛 就是可以在肠闻下 就是保存它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里面是不含防腐剂的 好了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